DSE2012天文的第一題 無重狀態或者Waynessness 沿著軌跡環繞地球的太空船發生 我們曾經說過 如果你是有選修天文的話 整個課程裏 Waynessness分開兩個方向三個情景 第一個情景就是W等於零 就要在外太空沒有引力沒有質量的時候 就會出現A1這個情景 B這個情景就是太空船的反作用力 即是太空人生上的反作用力是零 分別有兩個情景 第一個情景就是自由下落 即是跳樓或者搭電梯 現在的電梯失事都是這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就是太空人 在太空船裡 而進行圓周運動 而進行圓周運動 整個DSE 如果你讀選修的話 是三個情景 原來我們說 在軌跡裡面 那個太空人感受到失重 是因為反狀力是零 那這個情景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如果現在 你就坐在太空船裡 黃色這架就是太空船 你坐在太空船裡 這個是你 那你就受到引力 你就被地球的引力拉住 這個就是引力 然後就有一個速度 就進行圓周運動 因為你是要用那個引力 來作為那個向心力 所以就剛剛好 那個GM over R 二次 就會等於 V 二次 over R 那個GM over R 二次 你深水清的話 應該知道 原來是那個地點 那個點的引力強度 就會等於那個向心加速度 而就因為用了一個力 來保持那個向心加速 是需要這個力 所以是不需要有反作用力 是沒有反作用力 是沒有反作用力 就和你平時 現在你坐在椅子裡 是需要有一個反作用力 來 cancel 重力 否則你會 你會向地球加速的 但是這個情況 就是用了它來做向心加速 但是因為你有一個 橫向的速度 所以你雖然向心加速 但是你不會撞下去 你不會墮進地球的中心 你仍然會保持 然後來到這個位的時候 就轉方向 來到這個位就轉方向 來到這個位就轉方向 來這個位就轉方向 如此類推 好了 我們解釋了少少的情景之後 我們看看 無重狀態 只會沿著軌道環繞地球的 太空船的物體裡發生 這句是正確的 如果你不是軌跡運動 就不會的 然後第二 在太空船的軌道下面哪一個 無重狀態只會再發生於 圓軌道地球的運動 太空船的物體 不好意思 剛才說過有三個情況 已經可以發生的 所以第一個不對 因為還有的情況就是 完全沒有引力 或者自由下落 都會出現這個 太空船軌道上高 對地球的引力十分微弱 重力僅如力 不是 不是引力小 是用了引力來做向心力 所以不需要有反作用力 第三 地球的慢有引力 跟月球的慢有引力抵消 都不是 它在那裡進行軌跡運動 不代表一定是 跟月球的引力有什麼關係 唯有這句反而是正確的 就是太空船和船裡的物件 皆向地球自由下落 應該是說它的加速度 剛才講解過 那個加速度 是等於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是等於那個加速度 那你說為何它不跌下去 因為你有這個橫向的速度 所以雖然力是拉你自由下落 但是因為你有橫的速度 所以你在受力的影響有速度的時候 你就會轉彎 可以嗎 當你有這個橫向速度的時候 而有這個向下的力的時候 結果是會令你轉彎 所以會令你不斷轉方向 所以這裡 四個答案 最適合的答案 那個自由下落 不是說你真的在向下 而是說你向下加速 而因為你有自由下落 這個加速 又有打滑速度 所以就會不斷轉方向 就會圓周運動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D 這條比較難